讓靠靠的身體不確實 直到我們感見不醒 弟兄姊妹平安 讚美能夠帶下神的大能 讚美帶下神的喜樂 在我們的當中 讓我們早晨透過敬拜 更多的來向神歡呼 Hallelujah Amen 來宣告 當我在 驚濤海浪中 不會沉默有你牽我 我感到 無法負荷 我知你永遠不放手 就說我失落 到一無所有 我知道美好是 必定為我成就 你良善總是照顧我 所想所求 你開道路 就在狂野中 什麼你愛都能勝過 我知道美好是必定為我成就 장님事掌啊 我 NYU 就算在 事應有故中 在我見面 你牽著我 你都不會怎麼 你都不會走 不怕因地爱环绕我 就算我失落 都已无所有 我知道美好是你定位我成就 你两三总是照顾我所想所求 离开道路就在狂野中 什么你爱都能胜过 我知道美好是你定位我成就 最黑暗的夜你在我身边 你的心事不变 恐惧和疑惑都在你手中 靠着你我身过 最黑暗的夜你在我身边 你的心事不变 恐惧和疑惑都在你手中 我只靠着你我身过 在你手中 我知道美好是你定位我成就 你两三总是照顾我所想所求 离开道路就在狂野中 什么你爱都能胜过 我知道美好是你定位我成就 你两三总是你定位我成就 离开道路就在狂野中 什么你爱都能胜过 我知道美好是你定位我成就 主要我们相信你的爱 带领我们足能得胜 主要在最黑暗的夜 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主要你赐下的美好事物 在我们的里面开始要生长出来 主要你说你所赐下的意念 是好的意念 是良善的意念 是纯全美善的意念 主要是我们人心未曾看见 想过听过的美好事物 主要今天把盼望燃烧在你儿女的心中 让我们再次定睛转眼来仰望你 仰望耶和华的恩典 将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宝贵得胜的名 阿们 亲爱的祷告家人平安 今天是我们当信心踢到铁板石 系列第四讲 当愿望一再落空时 当愿望一再落空时 有时候我们在环境上面 遇到的难处不见得是死因的幽谷 但是我们的心灵里面 却经历到黑暗的旷野 这时候我们也要学习 怎么样去面对心灵的困境 在圣经上面有一个人物 虽然有记载她的名字 但是也不是一个特别凸显的女子 她的人生其实非常悲情 但是她怎么样走出她人生的困境 也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学习 我们看创世纪29章的35节 这里说她又怀孕生子 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因此给她起名叫犹大 就是赞美的义士 这才停了生育 犹大 犹大我们知道后来是大卫也从犹大而出 连耶稣基督在肉身的谱系 也是从犹大制派而出 所以这个女子就是犹大的母亲 利亚 但是她的人生其实是非常悲情的 第一小点我们看到这个悲情女子 她无奈的人生 在创世纪29章21节到23节这里记载说 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 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 我好与她同房 拉班就摆设宴席 请其乐那地方的众人 到了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 雅各就与她同房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其实在前面28章的时候 因为雅各要逃避哥哥以嫂的追杀 妈妈就告诉她说 你到我哥哥那里 到我的父亲那里去 她就到了母舅 到哥哥 母亲利百家的哥哥 拉班那里去 到那里去的时候 虽然很孤单 上帝在路上就已经来鼓励她了 她在伯特利的时候 夜间睡眠 看见梯子 天梯从天上下来 神的死者上来下去 雅各醒来说 这不是别的 这是天的门 这是神的殿 所以上帝有鼓励她 可是就近离乡背井 然后到了拉班那里 拉班也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拉班看这个人来了 那其实也是个人才可以使用 而雅各一来看见拉班的小女儿 拉节的时候 从心里面就爱上她 所以拉班也看准这个时机 就说那你留在我这里 我们都是骨肉 你喜欢我小女儿 没问题 但是你为我小女儿的缘故 服侍我七年 服侍我七年 然后我就把小女儿 嫁给你 拉节圣经上面甚至 在29章20节说 雅各就为拉节服侍了七年 服侍拉班七年 他因为深爱拉节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一样 每天虽然工作超辛苦的 拉班压榨他 但是只要醒来一看见 拉节在 你知道所有的苦都不是苦了 他就乐此不疲 终于等到七年了 刚刚说雅各对拉班说 七年已满了 日期满了 把我的妻子给我 我好与她同房 大家知道后来的事 拉班再次用诡计 那时候晚间 以前古代 没有电灯照明 晚间雅各等了七年 超兴奋的 然后迎娶 要把拉节接来 同房的时候 隔天早晨一看 不是拉节 是丽雅 是她的姐姐丽雅 圣经说丽雅两眼无神 长得就是很抱歉的样子 我们也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 不过显然雅各又摆了一道 那拉班就再次使出他的轨迹 他就说 大女儿还没有给人 然后把小女儿先给人 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规矩 那这样子 你再服侍我七年 今夜我把拉节 送到你的房里面 雅各虽也是聪明人 虽然他感觉被呼隆了 但是一想到拉节 今天晚上 就可以真正得到拉节了 所以他就愿意再为拉节 又服侍七年 而圣经上说 现在姐妹同时娶进来了 三十节说 雅各也与拉节同房 并且爱拉节 甚是爱丽雅 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悲情的女子 她的展现不是她能够决定的 她的爸爸拉班显然也是为了她好 拉节不怕嫁不出去 可是丽雅很可能 如果没有帮她做个机会 做个求 可能丽雅就要守单身一辈子 所以用诡计 宁可让自己的女婿 同时有两个妻子 她也要把丽雅先送出去 但是丽雅的人生就注定 在一种被忽视 被冷落被遗忘中间 走过她进入婚姻的旅程 然后接着在三十一节 也是我们的第二小点 但愿望一再落空的时候 连上帝都看见了丽雅的苦情 所以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说 耶和华见丽雅失从 救死她生育 拉节却不生育 丽雅怀孕生子 就给她取名叫吕辩 因而说 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 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丽雅怀着一个希望 也就是说 在古代人口稀少的时候 能够母以子为贵 不但能够生 她一生就是儿子 儿子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她生儿子应该是雅各的长子 但是是丽雅给她取名 连爸爸都没来给她取名 所以显然丽雅真的是 很无奈 很失落 虽然上帝帮她一把 让她能够生儿子 妹妹不生育 后来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经文 姐妹是相争的 因为两个姐妹 在她们人生进入婚姻以后 同时最爱的是这个男人 所以就争风吃醋 但是显然雅各的心 都在拉姐妹妹的身上 那丽雅想上帝帮我 至少我生儿子 我作为正妻的身份 应该可以被挽回 因为母以子贵 但没想到 生下儿子的时候 连取名都是丽雅自己来取 显然雅各都没有带着希望 也没有什么兴奋 那既然第一个不成 上帝继续帮她 在33节 她又怀孕生子 就说耶和华因听见我失宠 听见耶和华知道 我虽然生了一个儿子 还是失宠 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 给他取名叫西勉 就是听见的意识 吕变的意识是 有儿子 有子了 有子万事足 可惜先生的心没挽回 再生第二个 耶和华听见我失宠 生了第二个 取名叫西勉 是听见的意识 显然丈夫的心 还是没有回转 还是他自己取名字 34节 他又怀孕生子 请名叫立位 就是联合的意识 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 他必与我联合 又是他在取名字 看得出来 雅各的心 还是没有转向他 还是宠爱他的妹妹 其实立位也不得了 立位就是摩西亚伦的祖先 是祭司之派 都从他而出 年后来犹大 君王之派也由他而出 他说生立位 我的丈夫至少生三个了 在当时的世代不得了 我的丈夫必与我联合 显然失望又落空 到35节 他又怀孕生子 这回他说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因此给他取名叫犹大 这才停止了生育 又是他自己取名 不过他这次取名很特别 取名叫赞美 取名叫赞美 而耶和华神也知道他的心 他就停止生育 当他愿望一再落空时 35节他生老式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是 他真正的盼望跟满足 除非从神而来 不然他今世 就是一直在真境中 被比下去 上帝帮他 他不帮自己 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帝生老式的时候 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而耶和华神也使他停止生育 因为他得到他生命中间 真正的满足跟盼望 就是他只能把他的盼望 放在神身上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神知道 你再生下去 我再给你第五个 第六个 你的心还是失落的 但是这回 利亚已经学会人生的功课了 他转眼向神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他也就停止生育了 虽然我们后来看 他们妹妹增进 增进不过 把卑女给雅各送进房 所以雅各就有三 两妻 两妾了 好 那生了两个 那利亚还是气不过 虽然我不生了 也把我的卑女也送去 也生两个 然后后来呢 利亚又自己又生了两个 虽然后来拉结也生了两个 但是拉结生第二个的时候就 惨难 就死亡了 但是我们看见 其实利亚一生期待 丈夫的心转向她 不知道雅各有没有真的 至少拉结走以后 有没有真心转向她 不过我们从创世纪最后的第39章 雅各临终前在埃及 交代她的12个儿子 特别是做宰相的约瑟 交代后世的时候 在第31节 31节说 他们在那里 占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 撒拉 就是亚伯拉罕买的 卖比拉洞 做他们家族的坟地 他说 他的祖父亚伯拉罕 占了他的祖母撒拉 又在那里占了 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家 又占了我的父亲跟母亲 我也在那里占了利亚 所以我要回到利亚的身边 我也要站在利亚的旁边 我觉得从这一段经文 至终雅各有认定 利亚才是她的正期 而利亚的心 她真正得到回转 是她生老是说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当她全然交托给神的时候 神就为她开出路 至少雅各临终的时候 看出来雅各把利亚 视为她的正期 所以能够进入家族的坟墓 而她至终在埃及为客旅 至她人生结束 她说她要回家 她要回到利亚的身边 无情天地有情天 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 神至终也会来还我们生命中间 甚至我们的委屈 我们一起向主祷告 第一个祷告 当愿望一再落空的时候 让我们效法利亚 她真正人生的转捩点 是她不再看环境 也不再去祈求别人的心意 她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她的人生就有一个全新的里程 就有真正的满足跟喜乐 我们一起同声祷告说 我们的心要仰望神 甚至笑话利亚说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同声祷告 祝我来到我们的面前 祝我来到我们的心里里面感觉失败 祝我们生命里面感觉委屈 我们生命里面感觉你不能生 祝我们生命里面 祝我有恳复的附近 但是祝我们与你学习利亚 祝祂在临身一段 一连传的悲情中间 祝祂发现了一个秘区 就是把他转眼加持着 神才能够做到宗生的安慰 祝你乐跟满足 所以祂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是的主 主我们来到祢面前 主啊当我们愿望一再落空 当我们面临到生活当中的 很多的无奈的时候 主啊祢帮助我们 不是只是讲出那些 空有漂亮化的宗教的祷告词 主啊祢给祢儿女一个恩典 就是我们可以在祷告 更多向祢敞开 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求 主啊好像利亚一样 主啊当她感受到 生活的无奈跟困惑的时候 愿望一再落空的时候 主啊我们愿意效法利亚 当她在生命中的低谷的时候 她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主啊在困难当中 我们也可以向祢献上赞美 求祢坚定我们的心 让我们学会在失望跟落空当中 我们仍然能够看见祢的应许 困境不能够使我们远离祢 我们要借着困境 反而更加依赖祢 主啊在我们的心中 点燃这个赞美的火焰 让我们像利亚一样 因着祢的恩典 我们可以停下埋怨 转向赞美 主我们赞美祢 主啊是的我们赞美祢 主当我们所愿的都一再落空的时候 主求祢开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见 即便愿望落空 但是我们这人生道路上 每一步路都有祢的恩典 主我们不忘记祢的恩惠 主啊我们的好处也不在祢以外 主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认出你是我们唯一的满足 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让我们所有所愿的都是出自于祢 主啊我们祷告 我们相信我们心里所求的 祢必赐给我们 祢必将我们心里所愿的得以知足 上帝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即便愿望没有得掌 即便在患难苦难当中的里面 我们仍然可以看见 主啊祢是用恩典示威护卫我们的 你是用祝福领导我们的 我们相信美好事并会发生在我们的中间 谢谢祢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再次有个祷告 无情天地有情天 我不知道当拉杰安息 丽雅还在世的时候 雅各有没有自己向丽雅表明 甚至心中的亏欠及回转 但是至终我们看见雅各后世的交代 他把丽雅站进家族墓 也交代他要去站在丽雅的旁边 上帝还是恢复了丽雅最后所要得到的 我们想起罗马书12章19节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我们再次把我们生命中间有的难处 我们带到主的面前交托给神 神要自己为我们伸冤 神也要亲自成我们的喜乐跟满足 同生一起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带到你并且祖阿 要为你生后的全球 谢谢祖阿 祖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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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哀哭的人同哭 成为你眷恶卑微者 主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的心真的好沉重 总是觉得自己 一直需要承担这些重担 筋疲力尽 心力交瘁 这就是我们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 要如何把重担交托给你 求主耶稣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求你把这些都拿去 这些都挪走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以完全 并且重新得力 在这新的一大早 都能够如释重负 来到主你的面前 因为只有主 你能够成就一切一切的事 我们赞美你 主是的 当我们的愿望一再落空的时候 让我们效法利亚 我们也要说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让神自己成为我们的安慰 成为我们的盼望 成为我们的满足和喜乐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